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来是想要前往南方 车却是往北方前进 所以南辕北辙是指所做的行为与想要达到的目的相反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南辕北辙的故事吧 战国时代有一位名叫纪良的魏国臣子 他在旅途中听说为安黎王打算攻打赵国便立即掉头回国 一回国 纪良连怡戎都来不及整理好 就匆匆去觐见安黎王 纪良对安黎王说 我在回城的路上遇到一个人 他正坐着车往北方而去 他告诉我他想要去楚国 安黎王疑惑的说 但楚国是在南方啊 纪良点点头 接着说 是的 所以我问他 你想去南方的楚国 怎么却往北方前进呢 那个人回答我说 我带的旅费够多 不用担心 我又跟他说 你的旅费虽然充足 但是你现在并不是往楚国的方向啊 结果 那个人回答我说 我的马是一匹名马 跑得很快 而且我雇佣的车夫经验老到 绝对可以抵达目的地 听到这里 安黎王大笑 那个人只以往相反的方向前进 马跑得越快 车夫越厉害 反而是让他离楚国更遥远了 纪良拱手向安黎王说 大王说得没错 停顿了一下 纪良接着说 您一直希望能成为天下的王 让百姓诚心佩服 可是如今您依靠着我国国土广大 而且兵将优秀 勇敢 便想攻打赵国 依臣的看法 您这样的行为越多 离臣把天下的目标变越远 就像那一个想到楚国 却往北方前进的人一样 是无法抵达目的地的 看完故事后 你明白纪良想表达的意思吗 想被百姓们喜爱 应该是以良好的德性来使人们幸福 若只想以强大的力量压制他人 无法真正得到冷心 总有一天势必会被反扑 这样岂不是离原本的目标更遥远了吗 后来 这个故事被缩减成南辕北辙这句成语 除了指行动和目的相反 也可以用来表示彼此的目标或理想完全相反 或是延伸用在分隔遥远两地的意思哦 听完故事后 你还记得故事的终点吗 是什么原因 让纪良匆匆地回味国呢 纪良以南辕北辙的故事 是想劝告安离王什么事呢 现在 让我们带你回顾一下吧 今天的故事可以分成三个部分 故事的元气 为安离王希望能统治天下 想出兵攻打赵国 过程中 纪良以想去南方的出国 却往北方前进的人 来劝阻安离王出兵 故事的结果 如果安离王希望受到天下人民喜爱 需要以德福人 若是攻打赵国 反而会离目标越来越远 同学们 这样有没有让你更了解南辕北辙的故事了呢 接下来 让我们来一起动动脑吧 过程中 你也可以将影片暂停 认真的想一想哦 准备好了吗 我们开始吧 你同不同意伎良的想法呢 说一说你的看法 你想成为守打赵喜爱的领导人吗 你认为需要具备什么条件呢 你有过南辕北辙的经验吗 后来你有没有做些什么来改变呢 上面三个问题你有想法了吗 快和你的家人朋友 老师分享吧 成语小教室 又到了成语小教室的时间啦 今天的成语南辕北辙 它有三种解释哦 我们先来看第一种解释吧 第一种解释是指行动和想要达到的目的相反 主要用来表达正好相反的情境 我们来看它可以怎么使用吧 你一方面想要减肥 另一方面却完全不忌口 南辕北辙 难怪越减越肥 一点成效都没有 想要成功却又不努力 岂不是南辕北辙吗 我们来看看与这个解释相关的词有哪些吧 相似的词有 背道而驰 相反的词有 殊途同归 异曲同工 接着我们来看南辕北辙的第二种解释 第二种解释是指彼此的目标或理想完全相反 主要是用来表达好不相干的情境 来看看可以怎么使用吧 书中写到官场与民间的认知差距 正好看出了官与民之间的想法南辕北辙 说了大半天 两个人的见解依旧南辕北辙无法协调 我们来看看与这个解释相关的词有哪些吧 相似词有 背道而驰 天查地别 天壤之别 相反的词有 不约而通 接着我们来看南辕北辙的第三种解释 第三种解释是形容分隔遥远两地 主要用在形容分隔遥远的情境中 我们来看看可以怎么使用吧 他们夫妻一个住在日本 一个住在美国 南辕北辙很难聚在一起 今天大家还能够聚在一起 明天的毕业典礼之后 南辕北辙就要各奔前程了 听完故事后 你是不是更加了解了呢 同学们 我们下次见 拜拜